贴下苦腾讯久矣 我觉得如果说是在国内所有的社交软件中 肯定绕不过腾讯的QQ 还有腾讯的微信 那我今天着重讲一下QQ 是吧 作为一个95后 我从2008年开始使用QQ 2008年 现在是2022年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截图 这个是我自己本人的QQ号 2008年开始用的 然后我这个账号是在2020年6月11号的时候 被腾讯永久冻结了我的这个QQ号 我这个QQ号 从我2008年开始注册使用 到2020年 哇 真正多少年 真正12年时间 很莫名其妙 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就把我的QQ给我永久分号了 永久冻结了 这个真的是哑巴赤黄 也有苦难也 在这点上腾讯 腾讯垄断 这个真的应该让有关部门 好好的去查一下 因为QQ注册 这个所有权是您腾讯的 但是使用权应该是我的吧 是吧 我没有什么违规 我没有 这个什么世界发布 传播这个色情 暴力 敏感信息或组织 上官活动 一律没有 我的Q号 我从有了微信以后 这个QQ号 就没有怎么使用 就是有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一些照片 发到QQ空间而已 我的QQ群里面 没有新家的任何人 也没有拉群什么的 基本上聊天都很少 但当时我不知道 这个情况就怎么出现了 永久分号 瞬间很多东西都不能用了 然后你都不知道 该找谁去维权了 那腾讯客服 那是像个垃圾一样 像个很鸡肋一样 你就不知道 去反馈 然后根本没有什么用 然后我这个QQ号 到现在也 到现在都成为了 我青春的一个遗憾 是吧 我的QQ空间里面 记录了我那么多的相册 然后 营举都没有了 然后QQ号所单录的 那个腾讯微影也没有了 这真的是 我很无语 这个东西 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 会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你莫名其妙就躺枪了 莫名其妙 你的号就不能用了 是吧 如果说 我代表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那我也不会 私在去录这个Vlog 是吧 因为这个真的是 有点说不出 你都没有办法 向哪个部门 去投诉这个问题 因为你在国内 用的这些社交软件 QQ是人家腾讯的 微信是人家腾讯 是吧 你如果用别的社交软件的话 这个覆盖面很窄 大家都不用 主要是还带了个微信支付 哇 真的是 无力吐槽 到现在 我这QQ号反正 现在是2022年 两年多时间了 找不回来了 你 人家冻结了 甚至人家回收了吗 难道是我当时的QQ号 注册的 这个号太亮了吗 是吧 难道就是因为 因为我没有 给这个QQ 充会员 充一个什么 黄转什么的 什么SRIVIP 那样子才行呢 反正就是很无语 然后这个是我 现在用的第二个QQ号 这个也很奇怪 因为人家在前几天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 被分了一次 然后 就自助解分 扫点 输身份证号 然后输身份证号 身份证的照片 发上去才解分 然后这过了没有几天 今天又出现这个情况了 出现的是 该账号 用涉嫌发布 传播诈骗信息 或涉嫌诈骗行为 被暂时动静 哇 这个我真的也是很无语 是吧 因为我是今天上午的时候 在一个QQ群里边 有一个人 他问我说是 一些灰采的东西 我说我怎么知道 这些东西是吧 然后我知道这个人是片子 我就把他 从我们的这个群里 就踢出去了 人家肯定是因为 这个打击报复 然后就把我的QQ给举报了 然后就出现了 现在这个情况 但是我不知道腾讯 有关部门 他就不审核这个东西吗 腾讯部门 就不审核这个东西吗 然后又把我的号 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我真的是很无语 不知道他 腾讯这个 这个HR中心是吧 他是怎么审核这个东西的 我的理解人家就是 宁可错杀以外 不可放过一个 就是说你的账号是正常使用的 但是人家也会莫名其妙的 因为别人的恶意举报呀 什么的 或者说你是在 QQ群里边发的这个列阶 可能稍微多了一点 然后就出现这个情况了 然后大家现在开的这个图就是 在2022年1月2号的时候 协制登陆了一次 2022年6月18号的时候 又协制登陆了一次 然后今天这一次也是 2022年6月24号 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你已多次违规 本次升级出发 我其实就想骂死着腾讯了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违规 难道我在QQ里边 我正常聊个贴 我正常上我的甲方 咨询一些我的业务需求 我这都违规了吗 我给别人写个文案 我不得问问人家 最近有没有什么文案能写吗 是吧 我也是一般就是写个小红书呀 写个 呃 就是一些品牌的这个软文呀 就是这个宣传推广这些 这些都是不违规的呀 是吧 我也没有说是 呃 说了对国家不好的事情呀 什么的 就是不将手平台这些 我都没有 我觉得我是一个合法 很守法的这个公民 是吧 嗯 我不知道 他腾讯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他每一年 他总是会 莫名其妙的分你这个QQ好几次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做 什么都没有违规 都他都会这么去操作一下 难道就是说 要QQ里面要给你冲会 我要冲个黄转会员才行吗 这个就是腾讯一家 独大的好处呀 是吧 就是我感觉这个 真的是太垄断了 腾讯这个在中国太太垄断了 然后感觉像地主一样 人家说一就是一 说二就是二 你人家说你违规了 你就是违规了 即使你没有违规 你连 呃 连去有个说你的地方都没有 你你如果说 我说我的QQ我就没有违规 然后他就把我的号好好的过分了 或者他就是卸着我登录了 我应该去向哪个部门去投诉他 是吧 我应该去怎样去维护我自己的权益 没有的 然后我当初我二零二二零年的时候 我的QQ被分以后 然后我投诉到这个深圳市消费者协会什么的 然后把我的资料都递交上去了 然后人家和腾讯有关部门去沟通 最后的结果还是永久分号 啊 你说你真的就很无语是吧 腾讯腾讯部门多尝试呢 腾讯公司多尝试呢 是吧啊什么就大家给腾讯起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啊哪些什么就是什么不导温还是还是什么呢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就是你在在中国是吧 腾讯的律师团队是非常强大的 你打是打不赢的 就人家一家都大说了算 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国内的赤胶软件泄入的环境 泄入的这种窘境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 呃在国内有微软的MSN是吧 然后有QQ 还有中国移动的飞行 米条 后来的米条 但是你看像现在的话 你说说起聊天 聊天工具 你能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QQ 是吧 学生群体00后 10后用的QQ 办公还是用QQ会方便一点 是吧 生活的话 微信会方便一点 但是你在方便 方便之余是吧 嗯 然后如果说并没有说不该说的话 也没有说是去发布一些敏感的信息 但是误派被误派了 就是误派觉得你发了这些很糟糕的信息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样去维护我的这个权益 是吧 如果说我真的违规了 或者说就是我 我利用这些社交软件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你不过送到派出所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些社交软件都是实名认证的 我不怕什么 就是实名认证不怕影子鞋 但如果说我的社交软件 我是正常使用 然后你就把我的这个QQ就卸置登录了 就不能使用了 那我觉得真的很想骂街 很想骂人啊 这个上前几年的时候 比如说你新注册了一个微信号 你也是正常使用的 但是你可能一下从这个地方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从WiFi换成流量的时候 人家你可能你这个微信号 可能一下就不能使用 人家会提示你网络怀境异常 保持QQ或者微信动静 哇真的是 人家不让你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给你的理由都是莫名其妙的 真的希望 嗯 点名吧 就是说自己有的时候也会用抖音里面的私信功能 抖音里面现在这个私信功能 它也是可以视频聊天 也是可以发表情 我觉得如果说抖音 当有一天他不会把这个 短视频这么着重发展的时候 也可以发展一下社交 社交平台 是吧 正所谓 有更好的竞争 才能让 腾讯 更好的走下去 是吧 才能让对手更好的 重视这个用户的体验和 和心理诉求 如果有违规 你分他 没有问题 你让他永久分号都没有问题 如果人家真的没有违规 你是不是应该给人家一次重新审核的机会 机会在哪呢 首先我觉得腾讯最糟糕的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客服 当你心里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 你都不知道该如何反馈呢 你只能蚊子去发 反馈给这个腾讯客服 你还不知道 看见这个东西的这个人是机器还是人 就是很无语 反正我觉得 这个不仅仅是代表了我的心声 也代表了现在很多人的心声 现在很多 对腾讯不满意的这个地方是很高的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 就是 你不喜欢他 你还不能不用他 就是人家说了算 那腾讯说了算 人家说什么都是对的 就是你没有违规 人家 人家说你违规了 你就只能接触人家这个处罚 反正是很无语 如果说在国内有了更好的社交软件 我一定会去用别的社交软件的 我觉得 腾讯 腾讯落寞肯定是迟早的事情 是吧 一定的 因为真的是很没有良心的企业 做生意做到这个份上有点标点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